第七百五十二节 九哥 你也要走了吗 四子悬然欲气 拉着李志的一脚 如同幼儿时期一般无二 九哥长大了 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四子 我走了之后 你一定要好好吃饭 好好地治病 把身体养得壮壮的 到时候我带你去骑马 咱们李家的人 不会骑马可不成啊 说着又不放心地对四子说 你要是不喜欢住在皇宫里 就住到玉山行宫里去 离瀑布远点 到了晚上能吵死人 只有玉池宫才喜欢住那里听噪音 观蓝台就非常的不错 春天有花 夏天有雾 秋天有斑蓝的红影 冬天有矮矮的白雪 你本就喜欢清静 看看书 弹弹琴 好好地在那里休养 等我从云中回来 说不定就能见到你的驸马 也不知道父皇和母后会把你许配给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很好奇 李智的一番话 说得四子翘脸飞红 举起小拳头 在李智的肩膀上垂了几下 不动的稍微剧烈了一点 就有些气喘 李智赶紧帮妹子捋后背 好让她喘得均匀一些 四子脸上的笑容没了 悠悠地说 我不嫁人 我就陪着父皇母后 主要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能让我家妹子佩服的男子汉 不嫁就不嫁 李智笑着安慰妹子 四子秒早就说过 四子的体质不宜婚嫁 这是李智心头的一道伤痕 四子提着篮子 在侍女的陪同下 回了女子书院 李智拍拍那头正在打呼噜的熊猫 准备开工了 早点把假山垒好 老子还要去戴州 去云中 会会那些山林里来的野人 和尚清空了自己所有的资产 带着大笔的现金汇票 准备去御门关 对大唐军力最有信心的 不是皇帝 也不是军人 恰恰就是这群商骨 只有他们才真正的清楚 大唐军队的装备有多么可怕 一个真正的关中府兵 他一身的装备价值 绝对不会少于一百枚银币 至于那些精锐 这个价格还要翻倍 这只是铠甲和刀剑 没有将战马 还有军中的大型装备算进去的 更何况关州子弟向来那苦战 只要没有碰上太过悬殊的战块 一般情况下呀 都能够全身而垂 百计破万人的战力 在大唐军中文书上屡见不鲜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这是一个重新布置商业布局的好机会 西域虽然是一片不毛之地 但是那里有大片的绿洲和雪山 道门准备开发大雪山神宫的消息 何少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他们购买云业手里的一个空头的权利 就花了一万枚金币 可以想象 集天下道门之力修建的雪山神宫 会是如何的奢华 宏伟啊 这些都是钱呢 道门有的是钱 如果把这一笔买卖做成 这辈子注定了会一时无忧了 云业的书信里说的清楚 这一回道门是下了重注的 谁要是敢阻挠他们修建神宫 下场一定非常的凄惨 既然没有办法阻止 那就一定要从中分上一杯羹 雪山顶上就不和老道争了 但是雪山底下修建一座镇子 估计能发大财 满世界的信徒到大雪山朝拜的时候 总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吧 更何况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上雪山一关的 道门会把这个度把握的非常的好 李静在玉门关 云业在北亭 还有谁比自己有更好的机会呢 一想到自己又要重新走自己的发家之路 何少就兴奋的不能自意 这一回呀 带着自己的三个儿子 一水的胖子 想要继承家业不吃苦 那完全是在做梦 天山昆仑山 这些都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能将自己的生意做到和神仙相提并论 何少就觉得自己不枉此生 收购战士们的战利品 这是老生意了 带上几个鉴定的行家就能做好 把钱财异地回老家 如今算不得稀奇 何少的民用网点已经达到了限制一级 至于繁华的地方 那早就到了村寨 尤其是关中 君中子地方家中优地东西 乃是一个很正常的习惯 何少最得意的就是 自己的手下曾经把四个娇滴滴的美人 从发货地一直安全的送到目的地 并且保证路上没有别的男人碰过一个手指头 何少的驼队 马队 车队 热气球队都已经准备妥当 现在唯一需要等到的就是 大唐军队开始反击 只要开始反击 何少就会半点都不犹豫的一头扎进茫茫的汉海 跟在大军背后 如同秃鹰一样的 减食大军不需要的任何残渣剩饭 他有这样的经验 老虎吃过东西之后 剩下的那总能让秃鹰吃饱肚子 就像是在热气球运输上做的事情 李泰总希望自己的飞船 能像舰一样的在空中飞行 长孙无忌总希望自己的热气球 能够快速灵活的在天空翱翔 何少博这么想 他认为他的热气球不需要飞得很快 也不需要飞得很高 在他看来能把货物从甲地运送到椅地 比马车快 比马车省事那就行了 所以在关道上 你能看到飞得很低的热气球下面 叼着货物 由四五匹马牵着在关道上缓缓的飞行 你也能看到在装的满满荡荡的船上 这顶上还飞着一个热气球 上面装满了货物 随着大船顺流而下 这东西的好处太多了 过河不需要船 这翻山不需要换马车 方便极了 李泰把和少叫到魏王府 狠狠的揍了一顿 认为这样做实在是太丢人了 长孙无忌也对和少的做法一笑置之 半年之后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发现了 和少的热气球已经占据了运火生意的一席之地了 秋辞的大火从突厥联军到来的第一天就没有停歇过 郭平射出了自己手里的最后一支弩箭 然后就冲到了堕碟口 用一把叉子奋力的将敌人的梯子推翻 气都没有机会多喘一口 就捡起来盾牌 立在了这块缺口上 上面立刻传来叮当不绝的响声 背靠着盾牌蹲好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饭团子 塞进嘴里 从早上到下午 自己一口东西都没吃 这个饭团子都已经搜了 满天都是大石头 这是突厥人的投石车 自从城上八牛弩的弩士 用尽了之后 这个东西就能靠近城环了 突厥人的投石车不大 投掷的石头呢也不大 也就人头大小 可是数量很多 躲是没办法躲了 秋辞的城墙又不是关内的城墙 有藏兵洞 这里的城墙就是一道两丈高的土墙 能不能被石头砸到 那得看运气 石头的运气就不好了 连续被两块石头砸到 这胸骨已经露出来了 半个脑袋也消失不见了 只有手脚还能无意识的抽动两下 叫什么不好啊 非要叫做石头 郭平的运气很好 离他最近的一个石头啊 也足足有一丈远 石头雨不下了 城外响起了牛角号 三短一长 这是突厥人撤退的号角 郭平将蜷缩起来的双腿伸直 转过头从盾牌的缝隙里 看着突厥人潮水般的退了下去 他看看倒在城头的湖人 发现他们穿着白袍子 这就不是突厥人 该是朝无九姓的人才对 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还有心思割下脑袋和耳朵去报军功 随着石仙的延长 谁都没有这个兴趣做这件事的 这时候能喝一口清水 吃完面条 那就算是最大的享受了 城头响起了校尾的呼喝声 第一队整队 第二队整队 第三队整队 报数 嘴巴被打坏了 说不了话的 旁边帮着报数 郭平竖起了耳朵清听 三个百人队 再数到61的时候就没动静了 昨天还有173人 今天战损整整112人 生死平常是人啊 郭平很想这样说一句 当初自己进入军舞的时候 老兵就是这么说的 当时老兵没有说的慷慨激昂 只是说的非常的平淡 就像是在说 我们已经吃过饭一样的平淡 石头的尸体被斧兵们拖了下去 他身上的甲皱被解了下来 一个斧兵将石头的甲皱 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顺便拿过石头的横刀和长毛 就坐在郭平的身边 府兵从葛囊里掏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生西瓜 递给了郭平笑着说 我们在城里征用那些胡人的宅子的时候 从花园里发现了西瓜 就是没到时间 白茶子 随便吃一点 郭平知道这是新兵示好的方式 昨天的时候石头还答应回到三元以后 请他去胃盒上面去偷看女人洗澡 那些女人白花花的身子那好看极了 西瓜淡而无味 这嚷子就像是破棉去 好在瓜皮的水分很足 润润嗓子也不错 府兵又偷偷摸摸的塞给了郭平整整一个奇数的弩箭 他一摸弩箭 发现上面的油纸都没有清理干净 二十四枚一尺六分的短弩 一只都不少 从哪来的 这东西不是已经限量供应了吧 嘿嘿 俺在后勤上当差 是俺姐夫给俺找的差事 现在俺姐夫被将军调到城北 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些弩箭都是他留给俺的 这弩箭俺用不来 还是交给你比较好啊 郭平点点头 低下头撕下了一块麻布 开始擦拭这些弩箭上的油纸 他刚刚发过誓了 再也不会问那些新来的士兵的名字 问一个死一个 不吉利 星星出来了 远处的突厥人并没有离开 看着城外星星点点的篝火 似乎一直要接到天边 也不知道那里到底有多少敌人 最开始进攻的是土玉魂人 这些人的很好对付 只要杀掉为首的将领 他们就会溃散 接着上来的是薛元陀的人 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壮 光着上身就冲了上来了 这胸口全是连片的黑毛 这些家伙的脖子很粗 锋利的横刀都不能一刀 将他们的头颅卸起来 反而有可能卡住刀锋 自己的对症就是这么死的 那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兵 就那么停顿了一下 就被薛元陀士兵的炼架 打碎了脑壳 郭平认为杀这些家伙 最好的武器就是头枪 身子粗壮 目标大 头枪一尺多长的枪头 很容易侧穿他们的身体 就算他们穿着皮甲 也是一样 朝五九星的弯刀很厉害 今天大半的人 都是死在弯刀之下的 伤口都在铠甲 掩护不了的关节和咽喉上 对付他们最好使用 这样的短弩 如果是脆了毒的弩剑 那最好了 只是大帅不允许 自己的部下用毒 不像北庭那些人 他们就能够使用毒剑 这种短弩的剑 就算是遗失也不打紧 无人又没有这样的东西 弩剑比他们齐功用的剑 要整整的短上一尺 拿到了又如何呀 难道拿手扔过来 今天的粮食供应 还是只有米汤 郭平理解将军的苦衷 北庭的援军过来 至少需要一个月 甚至更久 大家需要节省粮食 才能撑过这一个多月 听说北庭的云帅和郭帅不合 他们一个看一个不顺眼 郭帅认为云帅 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年轻人 云帅说郭帅 是一只只知道往前冲的老蛮牛 郭帅一怒之下 就把壮使递到了陛下的面前 结果呢 郭帅就脱离了云帅的指挥 安息军从来都是独立存在的 没听说会受谁的指挥 这是校尉在开会的时候说的小话 郭平作为新对证 听到过 跟着郭帅就没有向着云帅说话的道理 哪怕云帅的爵位 比郭帅的爵位高 哪怕郭帅带着大家 陷在敌人大军的包围中 也没有人埋怨过 大帅这几天也在开始巡视成头了 鼓励大家再坚持一段时间 北平军就会开过来 到时候 大家一起合起伙来 将这些胡人杀光 说来奇怪 是个人都知道 郭帅已经和云帅撕破了脸皮 却没有一个人怀疑过 云帅会故意不过来救援 就连军中的厨子都不会这么想 所有人只会掐着指头 计算云帅已经走到哪里了 毕竟从高昌走到秋辞 这足足有一千六百里的路 中间还有一片沙漠呢 再熬过三十六天 云帅的大军就会过来了 我们就能出城 杀个痛快 郭平忽然转过头 对旁边打瞌睡的新兵 高兴的说了一句 早上的时候 又是一顿西粥 不过呢 每个人会多两个饭团 要不然 一天两顿西粥 这好汉也会饿得趴下呀 郭平迅速的喝完西粥 吃了一个饭团 将另外一个饭团包好 揣进怀里 这是自己的午餐 只要突进人开始攻城 那自己这些人呢 就没有午饭吃了 自己已经在城头上作战七天了 再坚持三天 就会轮换下去 所以无论如何 也要坚持过三天 辅兵们忙碌了一晚上 破损的缺口 已经用铁丝网给拦住了 铁丝网后面 还有堆积了无数削尖的梁柱 一看就知道 是从人家这房子上拔下来的 郭平又接到了一个新命令 就是他需要带着他的百人队 重点防守城墙的拐角处 这个地方很糟糕 因为拐角的关系 整个队都被支应在最前面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这是要他的一个队 当作两个队来用啊 郭平刚要张嘴说自己啊 只剩下71个人了 担负不起这样的重任 但是看到校尉赤红的眼睛 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校尉从自己的剑囊里 抽出了五支弩剑 放在郭平的手里说 活着 给老子扛住 说完就走了 校尉是世家子 那他老子好像是子爵 还是男爵来着 郭平啊 分不清楚 这两个爵位到底哪个大一些 只知道有一次校尉喝醉了 吹牛说呀 大帅见了他爹爹 也要拱手喊一声 停渡先生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该死的西域 从太阳出来的那一瞬间 就变得炙热起来 城墙底下的尸体 经过一夜的发酵 已经变得臭气熏天了 为了不至于种尸毒 郭平需要戴上猪嘴 也只有戴上猪嘴 刺鼻的恶臭 才会减少一些 有些胡人的尸体的肚皮 胀得非常大 将皮甲都生生的撑开 郭平转过脑袋 不想看到那一幕 因为那个肚皮快要爆开了 果然呢 砰了一声巨响之后 花花绿绿的内脏 就飞扬的到处都是 每到这个时候 就会有成群的苍蝇 轰的一声飞了起来 几乎遮挡住了 郭平探查的视线 昨日大帅用剑射出文术 告知对方可以收敛 他们自己人的尸体 这个时候 城上不放剑 这是两军交战的常用办法 一旦起了瘟疫 对两军都没有好处 但是突军人似乎没有反应 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敛 自己人的意思 娘的 等仗打完了 老子恐怕要泡在香水里 才能够去掉身上的臭味 突决人推着投尸车 缓缓的从远处过来 后面呢 还有大群的士兵在步行 郭平数了数 足足有上万人 比昨天的五千人多了一倍 看样子 今天的日子不好过呀 准备寻找遮挡物 身子不可露在外面 躲跌不可靠 一旦投尸机开始打击 将身子紧紧的贴在墙根 不能跑 一旦投尸结束 就要迅速的站起来作战 听到了没有 诺 城墙颤抖了几类 这是大队骑兵出动的征兆 骑攻的射程不够远 突军人只能骑着马 靠近城墙绕着圈子 借助战马的速度 将羽舰远远的抛射入城 他们很有默契 对于这种战术 加轻就熟 战马还在奔驰中 这羽舰就脱离了弓箭 雨点般的砸向城池